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重要 大家要理解这个 这个实际上也是真正文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 一个方向 一个线索 所以我想这里要首先要提一下 然后第二个时段 第二个时段我可以讲是中古时段 中古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大的不同的 表达这个中古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在文学史上 如果你们经常看文学史 他讲这个中古 他经常一讲中古 基本上是指魏晋南北朝 是指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段 为什么指这个时段呢 确实是这样 比如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刘诗培 刘诗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 这个35岁就去世了 这个经学家 这个家里几代也都是做这个春秋左传研究的 学问非常之大 就是这个跟张太炎 他们都是那个 包括这里如果学语言的 这个黄坎 黄继刚都是很好的这个朋友 那个当然后来这个黄继刚是拜他做老师的 黄坎是很狂的 这个 他们原来都是朋友 后来这个后来他拜这个刘诗培做老师了 这个为什么拜他做老师 刘诗培说我这个学问很好 但是没有人这个 没有人能够传授 这个也就是很很很难的 很难的 这个这个要 过去的讲法就是禅宗和尚里面讲 是要自过其失 乃堪传授 就是你找一个学生啊 你这样传一波啊 你真把你的学问传给他 这个一定要比你聪明 你找一个学生比你笨 完了 你给你传不下去的 你这个学生一定要 弟子一定要比你聪明 你才可以教他 基本上这样的 规律都这样 就是说最好的 以前讲这个围棋也是讲大国手 教不出大国手的 大国手永远教出二国手 很简单 你看聂未平教的学生 就是不行了 就是他那个底下出来的学生就没有 那个老师其实不需要是第一流的 就是从那个记忆上水平上 不一定要是第一流的 这个老师的要求和这个不一样 那自过其事 要比这个聪明才行 那个刘思培说 我没有学生 我很难传 这个怎么办 那后来黄坎说 你这个总是要传 那怎么办 他后来意思就是说 只有像你这么聪明的人才能传 我在家里面 只是这个经学传下来 没有人传 只有像你这样才能传 那黄坎后来就给他 给他磕头 还是跪拜了 反正就是认他做老师了 那刘思培写过一个 叫中古文学史讲义 中古文学史讲义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中古文学史讲义 那时候鲁迅先生给人写推荐 说要读书 读什么呢 他说中古文学史讲义 刘思培的中古文学史 倒是一部好书 值得一看 那你们现在去看 可能不一定合适 但是如果要读研究生了 真的要做研究了 这个特别是准备做中古这一段 这个书必须得看 因为它里面 把当时六朝时期 关于六朝文学的 非常很重要的一些 当时的文献的资料 那些评论 抄的十字六七 或者十字七八 百分之七十都有 所以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书 那么就是他那个概念 他那个中古文学史讲义的概念 基本上就是未定南北朝这个时段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讲的 但是从整个的中国历史来讲 历史时段来讲 或者是整个史学来讲 中古史来讲 它其实可以更扩大一点 甚至可以包括到东汉 甚至一直到时候的唐代 到的唐代 起码唐代的这个前期 是可以这样算的 所以它这样一个概念 这样一个时段是比较大的 这样大的一个时段 所以我想我这个中古的概念 基本上差不多是 主要是指这个时段 中古这个时段 就是说比较宽 宽泛一些 上面一直可以到汉代 汉卫 东汉 汉卫这个时代 往下一直可以到 这个差不多唐代的前期 是这么一个时段 那么在这样一个中古的 这个时段当中 这个文学的发展 这个我前面讲了 其实这个从富到 从富的出现 一直到后来 这个奇梁时代 一直到唐代 建立起那个诗歌本身的 那个格律 寻求它文字本身 那个声韵 本身的那个音乐性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也是在这个时段里面 发展成长起来的 这个是一个要交代的问题 这是一个要交代的问题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有两点我想 简单的需要提一下的 需要提一下的 那么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呢 是所谓这个时候 整体的一个文学 从汉代以来 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我前面提到 中国的文学 其实整个的文学都是这样 中国西方都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它基本上 文学以表达那种 所谓负面的情绪 所谓的哀愁 所谓的愤怒 所谓的不满足 这种情绪 其实往往是更容易 这个打动人的 所以在这个时段当中 很多的文学 其实这种悲伤的 或者说哀伤的这种情调 它占了非常 这个主导的一个地位 影响非常之大 这个你从一开始 从汉代其实就可以看到 汉代其实就可以看到 这种特别中国人 也有这种忧患的这种感觉 比如说这个刘邦项羽 他们的作品 项羽那个盖夏哥是怎么讲 这个 利拔山西西盖世 实不利息 追不适 追不适西可奈何 于西于西奈何何 都是一个 这个是一种 穷途末路的一种情绪 对吧 你包括这个大风歌 大风歌他讲这个 大风起是云飞扬 威加海内西归物相 这是很厉害的 对吧 然后讲安德蒙世西 蒙世西首四方 那种 那种他后面一下子转到 这个实际上 这个安德蒙世西首四方 实际上是一种 一种焦虑 可以讲一种焦虑 或者不安感 对吧 而且你根据 文字上看不出来 但你看当时的记载 是说什么 他一起开始起舞 他自己回到自己老家 平定叛了以后 回到自己老家 唱了这个歌以后 他自己起舞 别的子弟也跟他一起起舞 然后他是什么 是哭的 是气下的 是哭的 所以这种情调非常多 你包括 你想这种 汉代的这种 就是延续这种 储词的这种 这种 这种怎么讲 文学 这种储词 这种风格的这种诗 里面很多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种悲哀的这种情调 你比如说到汉武帝 汉武帝 那个秋风词 对吧 秋风词 秋风词当然是后来 汉武故事里面记载的 他里面写了一大段 如何如何 他那汉武帝当时是非常厉害 对不对 但是他后面 那个诗一个转折是什么 叫欢乐极兮爱情多 所以他那个诗一下子 欢乐极兮 乐极生悲 我们讲大白话 就是乐极生悲 欢乐到极点 一下子就写到爱情 爱情下面 他开始又转到那个上面 所以这种非常之多 你从文学当中 也是可以看到 为什么要创作文学 司马迁怎么讲 司马迁是说 发愤著书 司马迁在报仁安书里面 就讲发愤著书 就是讲这个 他最后讲诗三百 大理圣贤 发愤之所为作业 都是因为有不平 都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困恶 甚至性命之忧 所以发愤著书 所以他这个 所以把整个的文学 都看成是一种痛苦 或者说一种悲惨 促进悲伤情绪之下的一种产物 所以这个是非常之多的 你要写到这些 古诗之约手 到曹操 到曹植 那都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而且六朝时候 这个南北朝时候 很多的文人都最后不得善终 你读这个软极的作品 读谢灵韵的作品 这里面都是 基本上都是这样 所以这种对于表达出来的这种 对于生活的不圆满 对于这个孤独 人生的这种有限 甚至他对于 即使是对于那种美好的 宁静的 安静的 这种生活的这种向往 可以讲也都是因为他生命当中那种不安那种反应 生命那种不安感那种反应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我想非常普遍 非常普遍 那么除了这个 这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呢 我觉得有一点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方面是这个悲伤的情调 另一方面是这个所谓 这种贵族的 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那种个人的 这种表达 这种表达出来 这种个人的那种悲伤情绪 和他和那些诗人 所处的那个优势的文化地位 和社会地位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很多的 早期的很多文学 其实都是你想想看 都是那种群体性的 他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情感 你比如说 冠冠居旧 在河之洲 窑窕淑女 镜子好球 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大家都喜欢 当然是君子 男人 男子都喜欢 这个话 这没有个别性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个普遍性的东西 普遍性的 就像那个歌德的诗里面讲 这个年轻的男子 都要怀春的 什么什么 这个是很简单的 它不存在一个个别的 是一种群体性的 一种感情的一种表达 但后来慢慢慢慢 它有一种个体 个体的这种意识表达 那个体意识表达 其实在文学当中呈现出来 一开始呈现的都是那些 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 或者政治地位 甚至贵族身份的人 这种表达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悲哀的情绪 实际上是因为 不是说别人没有 一个平头百姓 一个皮肤 也是有的 但是在文学当中没有表现 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识字的人就不多 识字的人就很少 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也很少 那个王小波的话 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 那什么表达呢 就是说 在文学当中表达的都是像 这个谁啊 就是像这个项羽 像刘邦 像汉吴帝 像曹操 这些人他表达出来 所以因为他所处的 这个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和文化的优势 文化的优越 所以他就加深了 他在文学当中所表现 就加深了他自己的 对自己这个生命 这个有限 对这个生命的这种悲剧性 的体验和表达 对表达 曹操这些都是这样 可以讲都是这样 占据社会政治地位的人 他就往往是有文化地位 政治和文化这两者 是结合在一起的 政治和文化两者 是结合在一起的 用法国那个思想家 就是福科的话来讲 就是权力和知识 这两个东西是结合为一的 占有知识的人 就是这个 其实是占有权力的人 占有权力的人拥有知识 而拥有知识之下 也是可以为他权力的 这个合法性提供支持的 这两者是相关的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 这个特别是魏京南美朝 那个时候很多的人 都处在这样一种地位上 都是在这个社会上 处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上 因为有些人直接就是一个 大家族 或者直接就是一个 贵族的这个身份 所以所有的这些文学 包括写诗写副 这些都是文化和教养的表现 你不是在这个文化地位上的人 其实是你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没有这种训练 来写诗写诗 所以它实际上这个文化 文学的写作实际上是当初 文化教养的这种表现 知识和权力之间存在着这种 非常紧密的这种 契合的这种关系 所以这两个方面 就是说我觉得需要强调的 就一个是说对于悲伤情调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对于这个 一个是悲伤情调 还有一个我特别讲 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情感的这种细致 或者深入的表达 其实都是 都是有关系的 我前面说到了那种简单的这种情绪 但是到了后代 你必须要体会 这个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发展 那我可能又超出一点这个范围来讲 就是早期我俩是群体型 后来是越来越个人型 而且早期那些东西 你可以没有背景 因为他讲的是最基本的道理 最基本道理是古今相通的 你以经夺古 你可以了解 但是后来有很多的文学 你要去了解它 你怎么了解它 你要了解 你就必须是什么 要了解这个人 比如说唐宋以下 特别是唐宋以下 这个很多的 六朝以下其实已经是这样了 特别唐宋以下 因为很多你要了解 我们现在为什么 比如说做文学 你为什么要去考定 这首诗是他什么时候写的 他为什么是在那个处境下写的 他是写给谁的 谁给谁看 他说讲的是什么 字面上可能在说一个意思 背后是不是 为什么 只有了解那些具体的场景以后 你对他的这个作品 才能够有深刻的了解 他知道他到底在表达什么 他表达的比较的细致 比较的深入 比较的入微 这样的例子就非常多 我前面讲的 《窈窕数据君子好求》 然后比如说我还可以举一个 就是说当时古诗的 后汉时代的古诗的一首诗 据说这个诗是苏武写的 苏武和李玲 据说是苏武写的 现在肯定是 基本上是不能够信任的 不能够相信的 但是差不多是那个时代的诗 应该是后汉时代的诗 他那个诗写的 我特别欣赏这个诗 特别欣赏这个诗的 他有一段诗 是什么呢 他有一首 就是李玲和苏武唱和的 有一段诗干嘛呢 就是说那个男主人公 要去这个上战场 要去行御在战场 那个女子去送 给予是最后的告别的那个晚上 就是他们这个夫妻两个 最后过最后一个夜 最后一夜 等天亮了 那个就要走了 其实这样的场景 诗经里面也有 但诗经里面没有表达的这么明确 他讲什么 行御在战场 行御意就是战意的意 服役的意 行御在战场 相见未有吃 没有时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相见 然后他讲什么呢 握手一常叹 然后握手一常叹 泪未生别之 泪 眼泪未要生离死别 泪未生别之 之就是之生 之生那个之 就是说 马上要走了 然后握手一常叹 泪未生别之 就是留下眼泪 握着手 然后下面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诗 努力爱春华 这个当然就是说要 两个人流着泪 要告别了 告别的前夜 两个人握着手 眼泪都流下来 但是他相互之间的 说的话是什么呢 叫努力爱春华 就要爱这个 要怎么讲 这个就是把握那个好时间 两层美景 要把握这个好时间 努力爱春华 莫忘欢乐时 不要忘了这个欢乐的时候 你看这个 这个是非常精彩的 生当父来归 死当长相思 对这种诗的了解 我前面说了 其实不需要你有太具体的场景的了解 这两个人到底是谁 是不是书无写的 或者说不是书无写的 是谁写的 这个其实关系都不大 那你都能理解 就是说这男女两个 这夫妻两个的感情是深厚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诗 就是说这两个人告别了 可以讲是生离死别 很可能死别 因为上战场 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握着手 也是一种悲伤的情绪 握手一长叹 类为生憋子 但是讲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努力爱春华 莫忘欢乐死 然后生当父来归死 当长相思 所以这个厉害 我讲 这个是这种强度 这种对感情的强度 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 这个就是讲到彻底 我觉得有的时候 早期的诗歌 他有很多汉诗 他把那个 就是人世间的很多 基本的道理 他讲到最极端 讲到 你不可能再想象 两个人怎么样 就是说活着 你上战场 胜离死别 你活着 一定会回来 两人相见 如果死了 怎么样呢 想着吧 你还能怎么样 对不对 你还能有设想 比这个更进一步的 你能做什么呢 在这时候你能做什么呢 你只能这样 所以它实际上是达到了 一个非常强烈的感情的那种强度 这种诗其实大白话 我们看大白话 但你真正体会一下 你觉得你们的力量 是不得了的 这是那种类型化的诗 我讲类型化 或者说群体性 我并不是贬低它 我这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 那这事实际上是非常有利的 而且现在我想 我们要真正体会这个 我们也就是说 不太能够了解这些诗 不太了解这个诗 不太了解他的力量 不太了解他的美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利的 非常精彩的 但到后代就不一样了 后代你比如说 李尚颖的诗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李尚颖的诗 李尚颖也同样写男女之情 但那个情 你要了解李尚颖 很多人都要去考证 他到底爱上谁了 爱上一个道士 爱上一个谁 别人的小妾 还是什么样 因为他这个诗非常婉曲 非常 因为不是那么的明朗 对不对 你像最有名的 卓越新生 卓越风 画楼喜欢会堂中 圣无彩风 双归影 心有灵犀 简通 隔座送沟 春酒暖 分草 舍服 纳灯红 写到当时这个场景 就是这个怎么讲 就看你对这个诗怎么看 就是是怎么样的场景里面 如果是在一个府宅里 当然这种场景 如果是一个怎么讲 欢乐的一个 不好讲 一个风月场 那就是另外一种场景 就是说这个隔座送沟 那个一代 隔座送沟 春酒暖 分草 舍服 大灯红 分了两队 在那 如果大家有这种经验 就可以知道 分草舍服 然后他下面讲 介于 介于听古硬观 去走马 南台 内断 那自己 怎么讲 上班的时候到了 是那个 所以这种事 你读这种事 你知道他 对一个女子有情 那你怎么回事 你就要去追究 对不对 所以这种 就涉及到 这个个人性的东西 涉及到个人性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非常 非常 需要那个 我们更多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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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解的 去了解的 就是说 了解这个 只有我们更充分的 了解了他的 这个个人的 这个经验以后 我们才能了解 这个他的 他的这个美 而且这种 这种是 这种明显的 这种对比 一种是这种 全副热情 涌出的这种情感 他非常的 爽直 非常的率真 还有一种 是非常的 玩曲 非常的 这个微妙 这个实际上是 各有 各 这个 各有擅长的 各有擅长的 当然这基本上 可能是有这样一个 演化的一个 趋势 可能整个人类的 这个文学 或者艺术 基本上都有这样 一个趋势 这个当时 那个就是丹纳 寫艺术哲学的丹纳 他那位艺术哲学是 他在 法国 讲过艺术史的 这个讲义 他曾经讲到过 这个古希腊的雕塑 和现代绘画 之间的这个变化 他讲古希腊的雕塑 基本上就是那种 非常明朗的 健康的 非常直接的表达出 那种人的那种 喜怒来的情感 而现在的绘画 实际上是 复杂的回色 复杂的回色 所以这个恐怕 就是中西都是 差不多的 有这样一个变化 群体到个人 第二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 贵族个体的 第二个方面 我想提的就是说 那个所谓这个 贵族社会的一个情况 是所谓这个 格律的严整 格律的严整 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 就是一个 情感的细致和深容 还有一个是 格律严整 格律严整 我为什么要放在这边讲 前面从整个文学的趋势 我已经讲了 他是从 实际上脱离音乐以后 脱离音乐 诗歌的语言 文字需要找到他自己 从身运上 找到他自己的音乐性 找到他自己的音乐的美 这当然是文学本身 发展的一个动力 是往这个方面去走 第二个方面 为什么会实现这个 实际上和当时 这个贵族文学 是非常有关系的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人都是什么 围绕着这个 可以讲那个时候 都是一种公平的文学 那些人都是有相当的身份 那些人可以讲是 怎么讲呢 就是说 知识的丰富 文化生活的优越 所以他们之间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 就是在玩 就是变弃这个字 放这个字好 还是用这个声调好 还是换一个怎么样 那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在那琢磨 在那玩 这个必须是一个 说得不好听 必须是一个有闲的 有闲 有能力又有闲的人 才能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看到 诗歌的格律化的过程 完全是在宫廷当中 在宫廷文学的 这个范围当中 氛围当中 实现了 完成了 池带 南朝的池 梁 一直到唐初的 那些宫廷里面 基本都是这样 到唐太宗 基本上都是这样 到武则天 那个时代 都是在宫廷当中 完成这个东西 而在这个宫廷文学之外的人 或者离开这个宫廷文学 中心的那些人 他们其实 对这个东西 并不是太在意 他们写的 完全是另外一种 你比如你看 你读陶渊明诗 陶渊明诗 他也有很多锻炼 他也有很多 但是他怎么 他在那个 这个队友的追求上 在迟早的雕诗上 其实和当时 文坛的主流 是保持明显自理 保持明显自理 他讲的很多都是 这个什么 杰鲁在人静而无策马 问君和能耳心原地之片 最对的话 恐怕也就是 什么爱爱远人村 依依虚礼 就是这样 所以他不一样 所以 你知道那个时候 文学 它是有一个圈子 这个圈子 当然是主导倾向 实际上是那种宫廷的文学 或者是一种贵族的文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